这里开不上白美十一二二一一二十六号 下午我们接着讲阿富汗的局势 它的到底是本质是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看看这样的话就从全方位 从美国 从阿富汗 从中国或者各种反应 我们来解读一下 这个信息就更大 我们上来先看看拜登怎么说 拜登 拜登说 敞落阿富汗军队不能控制国家 美军在当地也没分别 那就是说一定是撤出去了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 这密切关注阿富汗的安全局势 并已授权动用5000名士兵 协助美国人员急于他们一起工作 而有风险的阿富汗人安全离开阿富汗 拜登说他以指示国务卿 支持阿富汗领导人寻求政治解决问题 避免进一步发生流血冲突 他又说 美国已向在卡塔尔的塔利班代表表示 任何危害美国人员的行动都会受到美军的强烈回应 那么就很清楚 美国基本上 拜登也是执行川普的政策 执行川普政策就是要撤离 撤离的时候呢 你不要再发生流血冲突 你别对我美军有那种伤害行为 我就不理你了啊 说白了就这样情况 这样的话表达了美国的决心和意志啊 就这样情况啊 那么作为拜登来讲 他就是一个执行者啊 谈不上别的东西啊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蓬佩奥怎么说啊 这里面讲啊 蓬佩奥这还有一个啊 这很有意思 这又牵扯到美国的那一波的 所谓的啊 然后他说塔利班是一群屠夫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条件 并明确了 如果他们未能兑现 我们将让他们承担后果 他们没有越界啊 我们取得的威慑力 在我们的时代一直保持 保持着啊 拜登这些政府彻底失败了啊 这个里面怎么讲起来 两样东西 第一个美国保持了自己威慑力 你别欺负我啊 别跟我挑战 别挑战我美国 你要挑战我美国 我要整你啊 这个不用说 第二个把这个罪责归到拜登头上 这里面就牵扯到美国内部啊 我们讲到的啊 大家记得文明的对决啊 内部里面对政党之间的分歧 它是在一个同一个底线上面啊 我们知道 这个要大家记住啊 然后这里面讲隆燦 它是讲了美国女兵阿富汗回忆 灾路 他说我们拿因素地束手无策 因为那地方是只有种植什么啊 那个毒品啊 还罗因啊 因素地束手无策 他说如果放任不管 塔利班就会剥削农民 卖因素的钱去买武器 但如果烧掉因素 农民就会加入塔利班 如果给他们化肥去种粮食 他们就把化肥卖给塔利班做炸弹 对于极度的落后愚昧的地区 目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拯救 听懂这个啊 他说20年的付出 看不到任何希望 美国纳税人不愿意再为他们买单了 这个是反映的真实状况 所以美国人原来是进入阿富汗 它是带有一种上帝或基督文明 就是想我去想帮助你 就成人为想拯救人 我们已经告诉大家 人为是拯救不了人的 这就是上帝承诺 那么你这个这种做法 还不如在美军的情况下 到那边去宣扬啊 那个基督文明 但基督文明也要一定要跟他自己的独立 结合起来 否则的话没有用 因为伊斯兰教他也有真主 也是等于他也有上帝 他就分辨不了 我的真主跟你的上帝有什么差别 你的上帝那你就给我钱 给我钱 我的真主现在是这样情况 所以传教的方式要改变才行 如果是改变不了 基本上人家分辨不了 所以在不同的地区 你可能他那个着重点是不一样的 提醒大家这一点 当然这个里面就讲了很清楚 贫穷者的地方 愚昧的地方 你不能够施舍 你给他文明施舍没有用 他必须他自己建设 自己明白过来才能上学 所以这个是对美国的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里头提醒他 大家通过这个表面线 你看到那里面的一个真实状况 下面这是个布林肯的 他说超六十国发声明 阿富汗人及国际公民 或需或准离境 声明中还强调 道路机场和过境点 必须保持开放 阿富汗人民理应过上 安全有保障和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国际社会 随时准备协助他们声明补充说 这讲到这个 就讲到呼吁国际社会开放 这个环境 这就是人道主义 这叫文明社会 那么更多的可能有难民 各个国家可能要接受一下 接受一下 所以我们讲你们到了 到欧美国家 如果能逃出来到欧美国家 你寻求避难的话 根本就是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这叫文明社会 但是有那个讲 这是民主党的一个策略 弄了大量的文明对它的冲击 这个东西你就说不清楚了 为什么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原因 它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事实 冲击到文明国家去久了 但人家也确实有那种灾难 也是一个必 也需要避难 那怎么办 这两样东西都有 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个平面上去 真的你死我活 重要是你怎么解决 不让这些难民过来影响你的文明 这才是提升的 否则你在平面上 争来争取没有意义 我们讲的 下面这一个 再谈一下 事情为什么这么发展 原因其实很清楚 第一 一个就是美国要撤军 一个就是塔利班 也突然得到 不明来源的财力和武器 乃至于组织和策划等支持 这里面讲的很清楚 就是来自于中共方面 全方位的 其原本干涉 萎缩的建构得到充实 组织更有力 从而焕发了巨大力量 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强 再一个就是阿富汗政府本身极其腐败 松散 这个不能用腐败和松散来 那是表面现象 中国人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形容 其实这一套东西都是共产党的话语体系 你要明白看到本质就像刚才那个美国女兵讲的 你给了重因素 这东西那才是本质的东西 没办法误解 误解怎么办 就是整个文明的低下 所以我们讲到是文明的低下导致这样的结果 因为他那种野蛮的东西 他腐败是自然的 跟他是匹配的 他不腐败才不对 因为你不腐败就算文明了 所以大家看不懂 腐败是跟这个野蛮是配套的 虽然得到大量外援 但基本没有综合凝聚力 相反这些东西很多去了塔利班那里 我们讲到这个腐败是和跟野蛮是配套的 记住腐败跟野蛮是配套 野蛮程度是怎样腐败就是怎样 奴隶族那是更腐败的对不对 他完全那叫 有人就讲那就不叫腐败 那叫抢夺 那不跟腐败是一样吗 完全是一样 我们讲的腐败是主要针对文明社会 文明社会才会有 所以到不了文明社会 你跟他谈腐败 那得是瞎掰 我们讲到这个话语体系的根本东西是不一样的 野蛮里面他是腐败是配套的 提醒大家这里 这下面再有一个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也提到 一个多月前有记者问拜登 美国撤军撤出后 塔利班会占领阿富汗吗 拜登自信的回答 不会 因为阿富汗政府拥有30万装备精良军队 他们不亚于实际上任何一支军队 而塔利班只有7万5千人而已 记者再问阿富汗政府会崩溃吗 拜登还是信心十足 所不会的阿富汗政府的领袖们 已经团结起来 他们肯定有能力维持现状 现政府 记者再问 那么越南的一幕会在阿富汗重现吗 重演吗 拜登说 拜登打断记者提问后称 完全不可能 塔利班不是北越军队 他们没那能力 这当然就是针对他 当初是的 后来共产党悄悄的武装他了 对不对 就像当初的北越是北越也是中共武装的 中共大楼和前苏联 两样东西都武装他跟他打的 是一回事啊 我们再看看曹长青怎么说啊 塔利班今天攻击阿富汗首都 美媒都在找拜登 哈利斯要个说法 但他们躲起来可能没脸见人 共产党议员纷纷批拜登此时跑去休假 痛痴他手上有血背叛阿富汗人民 对阿局使手足无措 极端无能的拜登 哈利斯都不敢对阿局使发表讲话 刻意躲避媒体尽头 因无法面对记者提问 拜登的白宫已经志工啊 这就讲到这个 那么这里面我们从美国的内部 双方之间的斗争来讲 就等于把阿富汗这种局势 就对的啊 民主党生长 所以我们讲川普要早早出来 也改变不了这个局势 也会出现类似状况啊 记住 只要中共一掺和进去 也会出现这个 那时候川普的脸面往哪去 所以我们讲川普什么时候回归 你一定要站在更高的角度看 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揉到他身上去就完了啊 甚至包括对中共的开战 慢慢看啊 慢慢看啊 这个你到不了这个程度 你看不懂这局势啊 我们认为这样啊 下面还有一个讲 川普总统关于阿富汗的声明 这里面是大家盛传啊 乔拜登每次都在外交政策和许多其他问题上犯错啊 他逃离了阿富汗 而不是征兴我们政府留给他的计划 一个保护我们人民和我们财产的计划 并确保塔利班永远不会妄想占领美国大使馆后卫 袭击美国提供基地 撤军将以当地事实为指导 跨过撤军要谈好条件 他讲 在我干掉ISIS之后 我建立了一个可信赖的威慑力量 现在这种威慑力已经消失了 塔利班不再害怕或尊重美国 当塔利班在美国大使馆升起他们的旗子时 这将是多么大的赤露 由于软弱无能和战略不连贯 这是彻底的失败 拜登在阿富汗所做的事情是臭名昭著的 这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最大败笔之一 这里面讲到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 大家看到在这个程度上看到 我们再讲 后面还有一条 我们再看啊 波光里面讲 阿富汗选择了塔利班 历史会记住这天 2021年8月15号 阿富汗民选总统加尼离开阿富汗 有些民族只适合生活在于轮回的苦难中 哪怕给他们再多的切点 他们永远也做不了离线运动 这个就是环境的局限性 和它的文化的匹配性 文化的低下跟环境是匹配的 这导致这样的 尤其是群体 因为一讲到族群是群体 所以我们讲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能个体要不就离开 要不等到一个大的时期到来 否则的话你没法翻身 也就是过去中国在中国历史上 两千多年不乏有很多想突破的人 但是都不成功 原因是什么 原因他没有突破经济生存条件 也没有突破这个生存条件 对他带来的束缚 所以我们讲你比方说孔子的思想 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应该孔子在春秋时期 还没到战国 那么为什么当时得不到大家的认可宣扬 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能渴 因为当时的时机环境不适合他 说白了不接地气 不适合他 所以这个情况就记住 好下面再有个塔利班 那么我们讲这个 也就是说现代文明社会 离跟阿富汗那个地方 还差的距离比较大 也是就是说不适合阿富汗那个地方 他得让他一点点的改变 一点点的改变才能适合这样情况 所以这个就等于说是文明 我们讲文明是40码的鞋 那么野蛮35码的鞋 他要穿大脚 他要摔跟斗的 走路不合适 说白就这个情况 网友肯定又讲到 你这个是不是又替中共讲道理 其实中共他明白这个道理 他很清楚 所以他把整个中国人的文明程度打压下去 强行打压下去 他不是跟你配合 所以你这种话 你反对我们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的方式是希望大家都觉醒一下 但共产党也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他故意让大家野蛮 让大家野蛮 让大家脱离文明距离大 所以他这样会就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达到这样的效果 达到他自己高高在上的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 他是一致的 而不是说我们说的这话 就代表替中共说话两码事 听懂了吗 中共他明白这样 所以他故意让大家文明降低 我们是希望大家所有文明都提高 你能意识到这样 所以文明的力量就全靠什么 全靠你自己这个国民自我的觉醒 自我的追求 中国人有时候他就没办法 没办法 他说我还要吃饭呢 我家里还养老了 养孩子养什么 那么没责 你自己不想仰望文明 你跟野蛮拥抱 那你就成为掉到中共的一个陷阱里面去 中共目的就是让你变成野蛮 变成野蛮才会告诉你 你才会永远成为他的奴隶 理解这么简单就行 这道理非常非常简单 下面讲塔利班说 不允许中国新疆分裂分子进入阿富汗 这是跟中共的合作 中共支持他的一个先决条件 这是北晚新视觉网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7月9号报道 塔利班发言人苏海乐 杀新周三说 塔利班是中国为阿富汗的朋友 希望尽快与北京对话 讨论阿富汗重建工作的投资问题 看没有投资问题 投资问题 大家记得 他这里面有一个东西 阿富汗塔利班里面不缺人工 中国跑到那边去 我根据建设 他也消耗不了中国的剩余劳动力 记住 剩余劳动力消耗不了 能够消耗中国现有的一些技术 中国现有的一些技术 对荒芜的阿富汗来讲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阿富汗能不能消化中国这样的一个技术 很难讲 能不能消化很难讲 有可能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坦桑尼亚 大家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 中共从苏联学来了好多东西 比方在往后强行放到坦桑尼亚去 什么给坦桑尼亚修铁路啊 修什么东西 人家不需要到现在都也维护不了 他因为没有那样一个基础 整体的基础工业设施 维护不了 所以中共又是一厢情愿的去支持阿富汗 就是把自己能弄得更穷 说白了就更穷 所以我们讲 这个应该是Q的一个技术 挖一个坑让中共去跳 开一个口子让中共钻 挖一坑让它去跳 尽快的消耗中共的实力 让中共无法跟欧美国家进行对抗 然后最好是杯酒士兵权 让他软弱下不开战 投降最好 如果不行就干 下面这个也是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上下两个照片 上面一个下 下面一个照片你看是这样的 我们念一下 他如此迅速的攻占已经很魔幻了 但是更魔幻的在这里 文章刚写到这里 我刷了一下新闻 塔利班已经进入了阿富汗总统府 但是最让我震撼的是这个 就下面拥抱了这个 进入了总统府 那么加尼总统拥抱塔利班 而且双方都穿白色衣服 握手即可 为什么还要拥抱 难道加尼总统是握敌 限制版的敌营20年 回想一下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加尼总统的选区和塔利班联盟 塔利班统治的地带比较契合 活跃的地方 塔利班活跃的地带比较气候 严格来讲 这属于他们内部的问题 内部的问题 内部问题你怎么去干涉 没必要干涉 提醒大家 所以讲 阿富汗是一个什么 帝国的坟场 那么过去英帝国进去了 前苏联帝国进去了 美国你要说帝国 OK 美国就算失败 我走了 行不行 你说一下 那么现在中华帝国 中共帝国又进去了 理解这点就很清楚 这下面再有一个 Kevin在纽约 他说什么 他说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个事实 为什么塔利班势如破族 是他们很善于打仗 并不是 据美国国防部 过去阿富汗军队的薪水 全部由美国支付 美约准时发放 但从4月 美军宣布撤离计划的那一刻起 支付军人薪水的责任 就落在阿富汗卡布尔政府头上 许多阿富汗军人在社群媒体 抱怨已有好几个月 没拿到薪水 甚至还有部队 再也没拿到实物或补给的案例 更别说是武器弹药了 可见贪腐严重的卡布尔政府 随时准备跑路 部队也早已溃不成军 土奔瓦解 不是敌人太强 是自己太烂 这个都是中国人的思维 也不是说自己太烂 他本身没那个基础 没那个基础 维系这样的一个文明的架构 明白不 没那个基础 没就是所以美国这种倒贴钱倒费 等于养着他了 你养着他 你一旦不养了 他立马就塌下去 一个道理 他不是靠自己的一套资源建立起来的 对吧 不是靠自己更生什么建立起来的 所以中共也是一样去养塔利班 除非塔利班在里面建设自己的东西 建设自己的资源 或者生产自己的东西 有国际上参与国际贸易 如果他不参与国际贸易 纯粹你又养着他 养着之后一不养就没写了 我估计塔利班到最后 也跟那个北朝鲜一样 中共养了北朝鲜就说让你吃不饱 也不让你饿死 然后让你进入也不是退也不是很尴尬 塔利班到最后也可能是这样情况 那么作为美国战略来讲消耗中共的资源 过去为什么把前苏联斗下去 就是一个阿富汗的战场拼命消耗前苏联的资源 当时苏联力量强越南没消耗掉它 那么阿富汗消耗掉它 到最后一下一次次的战争衰败下去 衰败下去自动解体了 我们讲到这个 那么中共这个速度可能就更快 我们讲到这是一个 另外还配合美国后面我们会谈到的一个战场 待会讲 这个是塔利班交警与上岗 我们给大家看一眼 塔利班交警与上岗阿富汗网友称 塔利班派出新闻的交警 8月13号 另一阿富汗网友称 塔利班已派了新的交警 和别的国家交警不一样 阿富汗的交警是全副武装 全副武装 全副武装 这个就是很清楚这一点 你看吧 全副武装 好 这个是这一段的上部分 我们因为信息量特别大 你就知道跳出那个塔利班具体的计划 在外围看美国看大家的评论 你就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场景 OK 我们再分一二分上下就行